哈囉大家好 我是凱凱 新年快樂 今天呢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部電影 是我在2020年12月31號 對 就是去年最後一天看的一部電影 就是《靈魂急轉彎》 然後我超級推薦大家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說我不是什麼厲害的影片 我就是純粹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分享我自己的觀後感 簡單介紹一下這部電影 我覺得它整體的主軸就是在探討生命的意義 電影裡面的主角Joe 他其實是一名中學的鋼琴老師 但他人生的志向是成為爵士樂的鋼琴演奏家 有一天他就真的接到了一個很厲害的爵士樂手 然後邀請他來面試鋼琴伴奏 而且他就真的獲得了這樣子 因因期盼的機會 然後正當他覺得他的人生要實現夢想的那一刻 他就因為走路不看路 然後就掉到下水溝裡面 結果就掛掉 他掛掉之後呢 因為不想要人生就此結束 他就拼命的掙扎 然後到了一個投胎先修班的地方 在那邊呢他也遇見了電影裡面的另外一個主角 就是22號靈魂 在投胎先修班這個地方呢 所有的靈魂他們只要蒐集好他們的人格 像是比如說大方啦 或者是自戀等等的這樣子的人格 以及Spark就是火花這個東西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可以投胎 重新重返人間 火花這個東西呢 在電影的前半部分 我一直以為他是 我們一輩子赴湯到火 所專注跟熱情所在的一件事情 比如說 然後Joe他的火花就是音樂 然後可能Michael Jordan的火花就是籃球等等的 Joe遇到的這個22號靈魂 他就是因為 對於各種事情都性質缺缺 然後覺得人間不值得 沒有這個火花 所以他就一直沒有進入人間 後來呢就是意外的 Joe跟22號靈魂 他們一起重返人間 但是22號靈魂 進到Joe的身體裡面 然後Joe呢他的靈魂就是進入了一隻貓裡面 所以等於說22號靈魂呢 他就有機會能夠體驗Joe的人生 他也因此呢 漸漸的感受到人間的美好 電影的故事呢 我就不詳細的敘述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在看完電影之後的心得 還有一些就是我覺得 心靈被撫慰的部分 首先呢電影給我一個很大的歧視 就是人生的意義其實不再追尋夢想 而是用心生活 就像是那個22號靈魂 他在進入到Joe的身體 然後去感受這個人間的一切的時候呢 他發現其實吃到一口披薩的美味 或者是在街邊聽到街頭藝人演奏一首很好聽的音樂 或者是在路邊行道樹上的落葉等等 生活當中美好的片刻 其實都可以成為人生的火花 其實把電影看完 我才恍然大悟說 電影裡面想要講的火花 不一定是人生的夢想或職業 因為有些時候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就是一個有點迷茫 因為我覺得不像是當學生的時候 你可以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譬如說就是好好念書 然後就可以考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學 然後在外的眼裡就是好學生 但在畢業之後 我就是有點沒有一個很明確喜歡的領域 所以就不斷的摸索 不斷的貪索 然後過程中也是跌跌撞撞 像是一些人 他們就真的很明確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跟想要什麼 然後就朝這個夢想去前進 就譬如說像我姐好了 他就是真的很知道自己很喜歡行銷 然後就一路往這個方向跟這個領域去努力 看完之後其實反而有點釋懷 不是說就是鼓吹大家 人生不要夢想或目標 而是你不一定要追求功成名就 用心生活跟對生活爆熱情比什麼都還重要 這也是電影裡面想要告訴我們的 就是火花它不是人生的目標 而是當你想要生活的時候 其實火花就已經被點燃了 那另外一個我在看完電影之後 得到一個很大的歧視就是 在人生的路上 別趕路去感受路 那其實我之前在一篇文章上面看到 然後我在看完電影之後呢 這一句話馬上就浮現在我的腦海裡面 因為我覺得他就很是電影裡面的那個 音樂家Joe他的寫照 因為他也是一個非常急急盈盈 追求他的夢想的那個人 當他重返人間 然後完成夢想之後呢 他其實反而有點償然若實 就是覺得曾經夢魅以求的那個機會 在達成之後 就覺得說怎麼好像就這樣 而且其實他在達成夢想這條路上 他反而失去掉了很多東西 像是愛情啦 或者是他其實跟生活周遭的人 也沒有太多深層的交流等等的 對 因為他就是一心一意的想要追逐他的那個音樂夢 電影的最後他回想起他過往生活 曾經很美好的片段 像是布魯克林橋上的煙火 或者是他穿越著陽光灑落的樹蔭間 他才發現其實生活中的一些片段 才是真正的美好 然後當最後他又再一次回到人間的時候呢 投胎先修班的人就問他說 欸 你會怎麼樣持續過你的人生 他就說 I'm not sure 我不確定 但是我知道 我會活在當下把握每一刻 哇 我就覺得這部電影真的很適合為歸別2020 然後展望2021做一個很美好的註解 因為我覺得其實2020對於大家來說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 然後對我自己也是 因為我過去也是那種很喜歡往外跑的人 很想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很忙碌 就譬如說之前就去了土耳其一年啦 之後又到上海工作等等的 其實到2020才因為疫情回到台灣 剛才的時候呢 其實也覺得好像生活不像是以前那麼轟轟烈烈多彩多姿 但到後來其實我才漸漸的發現 我反而因為這樣子生活慢下來 獲得了更多我以前不曾獲得的東西 像是有更多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或者是有其他的工作機會 去年也有接到基隆市政府的邀請去參加 市政府般的活動 感受家鄉基隆的美好等等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之前忽略 或是之前不曾擁有過的一些體驗 然後我也才發現其實當生活慢下來的時候呢 比較用心去感受 你反而可以獲得更多 對這也是我在看完電影之後一個很大很大的體會 最後呢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去看《靈魂集團》這部電影 我覺得他不只是畫面就是皮克斯的水準 就是細膩又非常真實的呈現 而且他的音樂也超好聽 再來就是他的故事真的很棒 他不像是那種一般可能就是歌頌美夢成真那種美好 他反而是跟你說 你的日常生活每一刻都能感受到美好 那我覺得這部電影就是療癒我蠻多的 那也祝福大家的2021年呢 點燃生命中的火花 要記得可能時不時的抬頭仰望天空啊 或者是看看路邊的花花草草啊 或是好好享用跟家人朋友的一份晚餐 這些時刻或許你過去忽略掉 但他都是生命中美好的片刻 沒錯那就是先這樣囉 其實這部影片呢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拍這種電影的觀後感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也歡迎大家就是在留言區跟我一起就是交流分享 對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朋友就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也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就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